财经消息要带大家来看到 央行今天公布第三季礼坚士会议的结果 三大利率连续第九季维持不变 不过央行总裁彭怀南表示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最终一定会退场 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存在 也罕见的提醒消费者和银行 要注意利率变动的风险 避免未来出现房贷风暴 连续第九季 央行三大利率维持不变 重贴线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 以及短期融通利率继续维持在前年水准 总裁彭怀南表示 目前的货币政策基调依然维持 动态稳定的适度宽松 我想一个货币政策是不是要改变 第一个要看它的未来物价走势 对不对 所以中央行要注意未来物价的走势 也会考虑到国际经济进入的走势 要采取走势的措施 央行这次也罕见在记者会上提醒 目前国内房贷支出已经占家庭所得比率超过30% 特别提醒银行和民众要做好风险控管 暗示未来央行如果升息恐怕将冲击房市 彭总裁一番话引发揣测 是否暗示央行将准备升息 彭怀南表示 不希望台湾哪一天出现防贷风暴 提醒大众防范于未然 要考量未来的偿债能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营开物博生 台湾台北报道 呢 呢 呢 Sud 呢 呢 谢谢大家